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聊一聊,膝关节发出的严重警告,需要高度关注及时治疗。 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精密的机器,膝关节则是其中最大、最复杂的轴承。 它不仅要承受人体重的压力,还要调动各个结构参与活动。 看似强大的膝关节,其实很易受伤,面对可怕的关节炎,威胁,它不堪一击,肿胀,疼痛,活动受限,甚至至残,都是它不能承受之重。 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,中华医疗提醒你,膝关节炎有以下几个症状要注意,并教会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好脆弱的膝盖。 1. 骨关节炎制残率全球第二,关节炎是发生在人体关节及其周围组织,有炎症、感染、退化、创伤或其他因素引起的炎性疾病。 1. 时患者会疼痛难忍,活动受限,大大影响生活质量。 膝关节炎是骨关节炎中最常见的一类,我国约有1.2亿人正遭受着疼痛的困扰。 正常的关节表面覆盖着一层软骨,随着年龄的增长,关节软骨逐渐发生退化、磨损,甚至消失。 其实,身体重量和外力冲击造成的软骨老化,从20多岁就开始了。 年轻时,软骨修复能力较强,40岁则严重下降,关节开始出现明显退化,导致骨刺、肿胀、关节肌液、膝关节有理体、骨质硬化等。 虽然这是一种退行性疾病,但很多年轻人也没能幸免,关节软骨磨损的时间已经提早到2、30岁。 2. 有这些症状需要就医,很多人关节出现不适,就担心自己是否患了关节炎。 生活中可通过五项标准进行辨别。红,急性感染关节炎,会出现关节红肿。 肿,肿关节炎常见症状,其与关节疼痛的程度不一定相关。 热,由于关节血运特别少,所以正常情况下摸起来就应该是凉的,比其他部位的体温低,这是正常的。 如果关节是热的,甚至发烫,那就证明关节产生炎症。 痛,疼痛是关节炎的最主要表现,疼痛部位应该很明确。 某个关节疼,其他部位不疼。 功能障碍,关节炎发作出现疼痛及炎症,引起关节周围组织水肿,导致关节活动受陷。 慢性关节炎患者由于长期关节活动受陷,可能导致永久性关节功能丧失。 当膝关节具体出现了以下症状,可能已经中招了,应立即到骨科就诊。 一,膝盖反复疼痛,二,无法上下楼梯,三,蹲下站起受陷,四,活动时总是发出咔嚓声响,五,反复肿胀,六,阴天下雨就会不舒服。 膝关节炎多发生在50岁以上人群,女性多于男性,年龄越大,患病越多,常伴有骨质增生。 此外,身体过度肥胖者会给关节增加负担,增大关节炎风险,有些人不注意保暖,关节受凉导致疼痛,僵硬,长时间如此对关节的伤害就会显现。 不少中青年人的关节因过度运动,也面临提前退化的风险。 三,关节炎患者的自救指南,一,及时治疗,其实,膝骨关节炎的发病是阶段性的。 早期刚有症状时,比如关节在变天,寒冷时不舒服,就要有意识地调整生活习惯和运动方式,减少膝关节的负重和过量的高强度活动,如爬楼梯,体重物等。 中期出现关节疼痛,肿胀等,或走路时都会同时,需要进行药物治疗,包括口服药物,外用药物,及关节腔内注射药物等。 晚期出现疼痛明显,休息后也无法缓解时,需考虑手术治疗。 二,注意保暖,阴冷天气虽不会引起或加重骨关节炎,但会使关节炎的症状更明显,尤其是遇到降温、寒冷、大风等天气变化,患关节炎的人总能未补先知。 日常注意保暖,尤其是秋冬季节,要避免关节受凉、受潮,必要时可带上呼吸。 三,吃对食物,建议日常低油、低脂、低热量饮食,多吃水果蔬菜,并控制好主食的摄入量。 补钙可以帮助保护膝关节,要注意营养均衡,多吃奶制品如鲜奶、酸奶、奶酪、豆制品如豆浆、豆粉、豆腐、腐竹等。 蔬菜如胡萝卜、小白菜、小油菜、鸡子菜、海带、虾、鱼等海产品,同时多晒太阳以促进钙吸收。 四,科学运动,具体可以参考以下三种方法进行锻炼。 一,勾脚抬腿锻炼,做法,勾脚尖,蹬脚后梗,尽量将膝关节绷直,抬起下肢,卧位时脚后梗距离床面约10至20厘米即可。 座位时,大腿稍离开座椅即可,坚持5至10秒钟,收腿放松。 一般5至20个动作为一组,每天是具体情况可完成5至10组。 二,步行,步行有助于维持关节软骨细胞的营养工艺,锻炼关节肌肉力量和协调性。 注意要穿舒适,有弹力的运动鞋,以减少膝关节压力,步速别太快,保证在走路时还能和旁边的人自然地说话,不用气喘吁吁。 三,靠墙静蹲,这个动作可加强下肢腿部肌肉力量。 做法,身体躯干紧贴墙壁,下蹲下肢,用力维持膝关节弯曲90度。 注意小腿跟地面保持垂直,膝盖不超过脚尖,建议每次蹲到无法坚持结束,休息一至两分钟再重复进行。 需要提醒的是,膝关节炎患者少坐爬山,上下楼梯,蹲起等负重的活动。 五,注意日常姿势,平时要减少长时间的蹲位和跪位,反复地跳跃等动作。 喜欢打太极拳的老人,也不要勉强蹲得太低,站着打高位太极就好。 在站起和坐下时,注意先让膝关节轻微适当地反复弯曲几下,然后站起或坐下,有利于保护膝关节。 好的,今天咱们就谈这些,喜欢请点赞、转发。 你可以关注中华医疗,学习更多知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